晚上好 我们是今天晚上 这是我们的第四十五次 网上读书会的学习 两段经文 第一节是 以赛亚书 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你们要洗浊 自洁 从我眼前 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第二段是在 箴言十二章二到三节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设诡计的人 耶和华必定他的罪 人靠恶行不能坚立 义人的根 必不动摇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第五十八章 地狱之人 因自私自利 而 邪恶 愚昧 地狱之灵 皆迷于 恶谬 邪恶和谬物 没有 没有哪个 限于恶 而能 小真理 在人间 许多恶人 了解 属灵之真理 是因为他们 从小受教 后来也听过 讲道 读过圣言 于是他们 他们谈认真理 甚至叫人认为 他们是 虔诚信徒 他们学会 伪装情感 表现真诚 仿佛 是凭着 灵性之信 其实心里所想的 正好相反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很多人 从小都能受教 听过讲道 读过圣言 但是他们 还是这样的状态 我就想 像我们中国大陆 讲的是 唯物主义 讲的是 世界上没有神 从来不靠救世主 也没有什么 神仙皇帝 你想想 这样的环境 让他们信神 有多难 关键是 信神不是嘴里信 要从心里面 又从灵里面 真正的信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出于法律 民生 地位 利益 等方面的考虑 他们小心翼翼的 防止恶念 外显 他们心里充满恶欲 表面 行善守真 灵里 却不以为然 所以到了灵界 当他们的外在 脱落以后 灵的内在秉性 就显明出来 结果证明 他们完全沉迷于 恶谬之中 对真和善 莫不关心 由此可见 他们的真和善 只存于 其记忆中 与人谈论时 他们将之取出 表现得道貌 岸然 仿佛 仿佛 有信 有德 当此等人 进入内在秉性 以后 也就是进入恶性 以后 他不能再谈论真理 只能讲说 谬误 因为他的言语 乃出于他的恶性 那时 人不能凭罪恶 讲说真理 因为他的灵魂 完全由罪恶构成 从罪恶 只能生出谬误 每个恶灵 在被投入地狱以前 都要被带入 这种状态 该过程 被称为 清净真理 和良善的过程 好让他们 各自进入各自的秉 好让他们进入 各自的秉性之中 或说 进入各自的灵魂之中 大家知道 我们原来前段时间 讲过的 到了中间灵界 良善之人 他的心中 他的秉性中 也有一些恶的东西 有一些谬误的东西 在中间灵界 需要把那些邪恶的东西 或者是谬误的东西 清除掉 让他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对于信仰 对于神 不正确的认识 把他通过再受教 去掉 但是对根子上 邪恶之人呢 这个过程是恰恰相反 要把他的真理和良善的过程 要清净 因为这些人 他的真理和良善 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微不足道 或者说他那些真理 或者良善呢 一是为了装 为了人前表演 一是为了 好像讲说起来 自己多么有知识 有真理 都是在记忆中的 而没有进入灵性的深处 所以要被清静 至此 他不再是第一个状态下的灵 而是成了真正的灵 因为真正的灵 有着与内在秉性 相应的面孔和身体 就是说 他在外在形态 乃是其内在秉性的相 当前面所描述的第一 第二个状态结束后 灵将变得如此 通过他们的面孔 身体特别是言行举止 能历时明了 他们的秉性 再者 他们继承了真实的自我 也就只能 与同类的灵 待在一起 在灵性世界 情感和思想是相通的 灵 自然而然地 趋向同类的灵 为他们所吸引 也从中感受到快乐 事实上 他面对着那个方向 因为只有对着那个方向 他才能自由地呼吸 面对其他方向却不然 我们当之 在灵性世界 交流取决于 人所面对的方向 在他面前的 通常都是有着同类情感之灵 无论他怎样转动身体 都是如此 正因如此 地狱之灵 全都背对主 面对漆黑幽暗之地 就是世间日月所在之地 在和灵界的太阳相比 这个世间的我们的日亮 日头和月亮 简直就是暗淡无光 简直是没法提了 这是物质之光 在这个灵界的 这个从主的爱 所发出来的这个光 人眼中看到的是一轮太阳 这个太阳是有生命的 人世间的 我们物质界的这种月亮 太阳 尤其是太阳 它是没有生命的 它只是热而已 反之 天堂的天使 全都面对 那显为天堂日月的主 由此可以推断 地狱之灵 全都沉迷于恶谬 也都朝向各自的欲望 在天堂的光照下 所有地狱之灵 都显出他们邪恶的形象 事实上 地狱里的每个灵 都是其恶的形象 因为他们的外表和灵性 协作如一 灵性通过面孔 身体 言语 行为 表现出来 所以看他们的外表 就能了解他们的秉性 笼统而言 他们是蔑视 恐吓 仇恨 报复的形象 残暴和冷酷 从里面透视出来 不过当他们受到赞扬 恭敬 崇拜时 其面貌会有所缓和 露出喜悦满意之色 要三言两语描述 他们的全部的形象 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两个人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陷入相同罪恶 住在同一地群 地狱社群的人 其面貌大体相似 笼统而言 他们的面目皆 猙獰恐怖 没有生气 如同死尸 有的发黑 有的发红 如火把 有的流浓生疮 有的甚至无脸面 只见头发或骨头 有的只见牙齿 他们的身体 奇形怪状 语言带着愤怒 仇恨报复 因为他们的言辞 出自谬见 语气出自恶欲 一言以蔽之 他们全是地狱之相 看来不同的文化 对这个地狱人的这种形象 都是有 大概有一定的了解吧 或者有一定的感悟 你像我们中国文化中 讲的这个什么 十八层地狱 西游记里面的 唐王尤帝府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地狱的 恶鬼等等 那种种形象 和瑞公所描述的 很相似 很相似 我未曾被允许 观看地狱 在整体上的形象 他 他有机会看到 天堂的整体形象 但是他没有被允许 观看地狱 在整体上的形象 我只是被告知 正如整个天堂 呈现一个人的形状 整个地狱 也呈现一个魔鬼的形状 不过 我常得以 看见某个地狱 或某个地狱社群的形象 因为在称为 地狱之门的各入口处 通常都有一个怪物 该怪物在总体上 显示出 当中所有灵的形象 似乎这就是一个模特儿一样的 有代表性的一个形象 他的猙獰可怖 也刻画出 其中所有人的残暴之性 关于这些 我不忍陈述 因为也是真是 太丑陋了 用的词都是很刺激人的 不忍陈述 我们当知 地狱之灵在天堂之光中 虽显得如此 请注意 刚才描述的 是在天堂之光的照耀下 他们显得那么丑陋 猙獰 但是在他们彼此眼中 在那个地狱之人 他们彼此眼中 却都是人模人样的 这是出于主的怜悯 免得他们彼此厌恶 如在天使眼中那样 天使眼中看到他们 简直是都猙獰可怖 但他们彼此看起来 还觉得还都挺 人模人样的 还挺紧顺眼 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象 因为当天堂之光 透入时 人的模样 就变成怪物的模样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 这是他们真实的模样 因为在天堂的光明中 一切都显出 他真实的本相 这也是他们逃避天堂之光 躲入洞穴的原因 洞中的光线 好像烧着的 碳火或硫磺 当有一丝天堂之光 透入时 其中的光 就变成一片黑暗 正因如此 地狱被称为 漆黑幽暗之之所 漆黑幽暗 象征了地狱中 有邪恶所生的谬误 见识了地狱之灵的 丑陋形象 即如前所述 尽是蔑视 恐吓仇恨 报复的形象 我明白 笼统而言 他们都是 己欲 就是爱自己 和物欲 就是爱世界的形象 使他们显出 此等形象的罪恶 全都可以追溯到 那两种欲望 在瑞宫这儿 我们可以感到一些 最核心的一些概念 在天堂中 就两种爱 爱主和爱人 在地狱里面呢 也是两种爱 就是爱自己 和爱世界 爱 再者 我从天堂得知 且通过大量精力证实 己欲 即爱自己 和物欲 即爱世界 这两个爱 这两个爱 的确在地狱 占主导地位 事实上 地狱正是由 这两者所构成 爱主和爱林 则在天堂 占主导地位 事实上 天堂正是由 此两者所构成 我还得知 地狱的两种欲望 与天堂的两种爱 全然对立 地狱的两种欲望 也是爱 也是爱 我们一直以为 觉得爱 都是很高尚的 看看未必 地狱的两种欲望 也是两种爱 就是爱自己 和爱世界 爱所有的利益 所有的物质 等等 也是爱 起初 己欲和物欲 为何如此可憎 陷入其中的人 为何显得如此可怖 对此我感到纳闷 毕竟在人间 我们很少对己欲 进行反思 仅仅注意到人的 骄傲情绪 因为他显而易见 以为他是己欲的 唯一表现形式 再者 己欲若不表现为骄傲 世人就将其理解为 催促人追求地位 施展抱负的雄心壮志 认为人若看不到 尊贵荣耀的前景 其灵魂必要变得呆滞 意思就是说 你失去了动力 没有了追求的方向目标 那么人生就没有了 失去了这个价值 人就会懒惰 人就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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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步自封 不求上进 人们说 若非为了获得称赞 受到尊敬 谁愿意做 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 其动力从何而来 还不是从追求荣誉和尊贵的欲望而来 换言之 还不都是为了自己 大家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 人不畏己天主地灭 这是世人无法觉察在地狱占主导地位 构成人心中地狱的正是己欲的原因 中国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对 这个工作积极 行善做好事的人进行表彰 进行鼓励的这种机制 这种机制呢 当然也起到了很好的正面的作用 但是 他们绝代替不了 这个真正的信仰 在人的心中所集起来的 正面的 深刻的 这种 这种反应 或者这种心性的 这种成长 因为你 不管怎么样的激励 都是世上的 都是物质的 它达不到灵性的身处去 既然如此 既是如此 我愿意先描述一下己欲的性质 然后解释 一切邪恶和谬误 都是从己欲涌现出来的 这个己欲是非常核心的一个 一个邪恶 己欲乃是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不为别人打算 除非对自己有利 对教会 国家 社会 同样如此 即便与人为善 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地位 荣誉 除非看到这些利益 否则他们必想着说 这有什么意义 我干嘛去做 与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将之抛住脑后 由此可见 陷入己欲的人 并不爱他的教会 国家 社会 或任何有意义的活动 他们只爱自己 唯一的乐趣 在于满足个人的欲望 构成人生命的既是欲望与快乐 那么他们的生命显然是自私的 自私的生命只关心他所执着的一切 从本质上说 自我全然是恶 想起来我们现在处的这种社会 比如说我们像我在大学里面的工作 我们每次要填一个表 要出去出个差啊 做什么事情呢 那个表上最少有一项要问你 你这件事情对我们学校有什么利益 这个讲得非常明确 一定要对这个单位 要对我有益处 能带来好处 这个学校才能支持你对这种事情 这样的思想方法 我不是说他不能这样做 有的时候也 似乎也是一种合理的 符合逻辑的问法 但是当社会上处处都是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人 来考察人的时候 这个大家必然就肯定要考虑给遇 这个就是核心的就是给遇 对我有什么好处 爱自己的人 也爱他所执着的一切 特别是他的孩子 以及孩子的孩子 更广泛一点 也包括所有被他称为自己人的社群 爱这些人 其实就是爱他自己 因为他将他们 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另外 他所认定的自己人 也包括所有称赞 恭敬 崇拜他的人 将己欲与天堂之爱对照 其性质就显而易见了 天堂之爱乃是乐意为教会 国家社会 邻人做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 且是为了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物本身 而不是为了做这个事 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地位或者利益 是因为他就喜欢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有价值 有意义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是真正的爱神 与爱邻人 因为一切有意义 有价值的行为 都出于神 也正是我们 所当爱的邻人 请注意 这个地方的解释 邻人不一定要是 看得见的那个邻居 住到你旁边那个邻居 不是 所有的对教会 国家社会 邻人 其他的人 做有价值 有意义的世界的事情 这就是 展显出你所爱的邻人 你所做的那个对象 都是邻人 所以这个邻人的概念 是很宽泛的 反之 做这些事 若是为了自己 就是把他们当作服侍自己的奴隶 来热爱 所以 陷入己欲的人 想要他的社会 教会 国家 社会 邻人 都成为他的奴隶 而非为他们服务 他们将自己置于邻人之上 所以当人陷入己欲时 就使自己远离了天堂 因为他使自己远离了天堂之爱 再者 人若专注于天堂之爱 乐意为教会 国家 社会 邻人 做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 从心里感到快乐 那么他就是为主所引导 我理解啊 即使有一些 从来没听过主 没听过耶稣这个名字的人 从来没有机会 接住圣经这样的真理的人 只要他能有这样的作为 他那个心里面 实际上就在主 虽然他不知道 不知不觉中 就在为主所引导 因为天堂之爱出于主 主在其中 但是人若陷入己欲 为自己的缘故 做有计意义 有价值的事 那么他是为自我所引导 不是为主所引导 这将得出同样的结论 人陷入己欲越深 离神就越远 离天堂也越远 自己引导自己 就是为自我所引导 而自我全然是恶 因为遗传之恶 就是爱自己 过于爱神 爱世界 过于爱天堂 人在所行之善中 若专注于自己 就是被引入自我 也就是被引入遗传之恶 因为他因己行善 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善 而非因善行善 他行善不是因为他喜爱良善 而是为了自己 为己行善 就是在善行中 建立自己的形象 而非神的形象 这也是我通过亲身经历 所确认的事实 说到这儿 我想加一句 我觉得我之所以 瑞公的书 越读越喜欢的原因就是 瑞公在讲 这个信仰的真谛 讲人性的 这个本性 这个深刻的分析的过程中 这个 我们基督教 传统的基督教 确实达不到这个深度 确实达不到这个深度 正是我多年来 一直觉得苦苦 苦寻找的 这个 这个短板 这个补充这个短板的 这些真理 所以 阅读也觉得 他讲的太好 太深刻了 也非常非常具体 在天堂之下 西北方向 有一些恶灵 特别擅长于 引诱善灵 使他们陷入自我 陷入各种 罪恶之中 他们通过公然的赞美 或暗地引导 善灵的情感 又使他们 顾念自身 一旦得逞 就成功地 又使善灵 转离天堂 同时也遮蔽了 善灵的领悟力 使恶欲 从他们的自我中 涌现出来 关于这一点 前两天 我在准备的时候 专门还 写一谬请教 因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是天使的话 那么 他们如果能把天使 引诱到这种状态 会不会使得天使 进入了地狱去 因的解答是 这些指的是 在中间灵界 在中间灵界的时候 那些尚未进入天堂的 善灵 他们仍然有一些 种种的缺陷等等 他们很 也是容易被恶灵 所诱惑 所欺骗的 所以这个恶灵 对他们就会有 一定的影响力 观察两者的起源和本质 不难看出 爱自己和爱灵人 是对立的 陷入几欲的人 爱灵人是从自己 起手的 他声称任何人 都是他自己的灵人 于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向一切意气相投的人 辐射 亲近的程度 随感情的深浅而定 所有圈子之外的人 他们都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反对他们极其恶行的人 更被他们视为敌人 无论对方是否有智慧 是否正直诚实公平 只要是反对我的 都是敌人 都是坏人 然而真正的爱灵人 却是从主其手的 然后以主为中心 根据其爱与信的特质 向一切在爱与信里 与他结合的人辐射 由此我们看出 从自己起手的爱灵 与从主起手的爱灵 是全然对立的 前者出于恶 因为他出于自我 后者出于善 因为他出于主 而主是善之本源 我们也看出 出于人 及其自我的爱灵 是人间之爱欲 出于主的爱灵 却是天堂之爱 总之 人若陷入己欲 己欲就成了他的头 天堂之爱倒成了他的脚 天堂之爱若不能与他 为他效力 就必被他踹在脚下 这是被投入地狱的人 看起来好像是 倒身跳入地狱的原因 头朝下脚朝上 进入的地狱里面 按其本质 当外在的约束 其对遭受法律刑罚 或丧失名声 立以地位生命的恐惧 松懈时 己欲将变得疯狂 疯狂到不仅想要统治世界 甚至想要统治天堂 凌驾于主之上 无有止尽 凡陷入己欲者 都有这种潜在的倾向 虽然在世人眼中 应有上述因素的约束 而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没有约束 他就会表现出来 这就举了个例子 但是从不受上述因素 约束的帝王 我们不难看出 看到这一点 他们野心勃勃 既极尽所能地 讨伐征服 扩充江土 贪图无尽的权利和荣耀 当今之巴比伦 显明了这一点 他们将权欲之手 伸入天堂 将主的权柄 神圣权柄 转于自身 还不以此为主 他们与神及天堂 全然对立 进入灵性世界以后 公然与地狱为伍 他们肯定只能进入地狱 设想有一个社群 社群里的人 全都自私自利 对他人漠不关心 除了与己同盟者 你不难想象 他们之间的爱 与小偷之间的爱 没有分别 一起行动时 他们互相拥抱 惺惺相惜 可是一旦起了纷争 就彼此攻击 互相残杀 如若审视 他们的内在秉性 不难看出 他们彼此之间 充满了仇恨 都从内心嘲笑 诚实公平 也藐视神 将神 弃如碧律 夏文会对 他们的地狱社群 加以描述 那时将更加清楚地 证明这一点 爱自己过于一切的人 其内在的思想和情感 是面向自己和世界的 故而是背对主和天堂的 这是他们陷入各种罪恶 神性无法流入的原因 因为神性一旦流入 就被其自私的念头淹没了 玷污了 也被自我所生的邪恶侵吟了 这是他们进入灵界以后 全都背对主 面向幽暗之地的原因 这幽暗之地 是人间的太阳所在之处 正好与天堂的太阳相对 幽暗象征罪恶 人间的太阳 象征己欲 也就是爱自己 笼统而言 陷入己欲者 通常都对他人怀有 蔑视嫉妒 敌对仇恨 报复 诡诈 欺骗 冷酷 残忍之心 信仰方面 他们不仅藐视 神 以及 神之善与真 更对这些心怀怒火 成为灵以后 这怒火将转变为仇恨 他们不仅不愿听到善和真 更对承认 崇拜神的人 心怀愤怒和憎恨 我相信 如果你真正信神 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会感觉到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那些对信神的人 那种心中的那种 那种厌恶 憎恨等等 我曾与一人交谈 在世之时 他曾大有权势 己欲击重 仅仅听人提到神 特别是主的名 他就怒火中烧 一欲杀人 当约束欲望的神所 松懈以后 他甚至想变成魔鬼 以求满足欲望 不断攻击天堂 大家知道我们在世上 有一些什么 拜撒旦教 有一些非常邪恶的 他就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 他就是要支持 要追求邪恶 这可不是说好像是 好像是没有的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在灵界 很多天主教神之人员 当意识到自己毫无权柄 主才拥有一切权柄时 就感受到这种冲动 我看到西方偏南的地方有一些灵 他们说在世之时 他们曾享有尊贵的地位 故在这里 他们也配得享受尊贵的地位 高人一等 天使审视他们的内在秉庆 结果证明 在人间的岗位上 他们并不关心服务 只关心自己 将自己置于服务之上 由于他们渴望获得提拔 就被允许加入一个社群 参与讨论一些重要的事物 事实证明 他们并不关心所商议的正事 看问题也没有深度 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发言都带着自我的印记 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于是被打发离开 他们继续向西方进发 不时受到接纳 为什么往西方进发呢 因为东方是主所在的地方 他们往西方进发 他就是往地域往远离主的方向在走 他们不断地受到接纳 但每次都被告知 由于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 并不关心事物本身 这表示他们是愚痴的 和执着于身体 于感官的灵没有两样 乃至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被人厌弃 经过一些时日 他们变得一无所有 只好欺求施舍 由此也能看出 为己欲之祸所激励的人 不论其谈吐在世人眼前显得多么睿智 却总归只是出于呆板的记忆 不是出于理性之光 所以在灵界 当他们不能从自然的记忆 存取信号时 就变得极为愚痴 因为他们已经与神切断了联系 获得全能的途径有两种 一是爱灵 一是己欲 从本质上说 两者是全然对立的 因爱灵而获得全能者 为所有人的利益打算 最大的乐趣 莫过于为众人服务 为众人服务意味着与人为善 包括教会 国家 社会 邻人 这是他们的欲望和快乐所在 被提到高位时 他们感到欢喜快乐 但快乐不在于被荣耀 而在于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天堂的全能 就是这样分配的 反之 因己欲而获得全能者 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对他人的利益 莫不关心 即便为人服务 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荣誉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从诸获利 对他们来说 与人为善 只是取得尊荣和权位的手段 他们追求高位 不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和教会 而是为了引人注目 博取称赞 从中获得快乐 此后人将延续 他对全能的热爱和欲望 以爱临之心行使全能者 将在天堂被授予权柄 本质而言 不是他们来掌权 而是他们所爱之 其用来掌权 就是他们所喜欢的 为大家服务 为大家 这个谋福利 谋利益 这么一个 这么个目的 我这把它翻译成其用 英语他们用的就是 use use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很难找到 一个合适的 用 就用了个其用 其用来掌权 就是主在掌权 反之 以己欲行使权力的灵 将进入地狱 成为可怜的奴隶 我曾见一些大有权势 但以己欲行使权力的灵 被弃之于 最可悲的境地 有的住在肮脏污秽之地 至于物欲 即爱世界 它不像己欲那样 与天堂之爱全然对立 因为它里面 没有藏那么多的邪恶 物欲乃是希望 以各种可能的手段 夺取他人的财物 将心思放在财富之上 任凭爱世界之心 分散他的爱灵之心 结果与神和天堂 反向而行 物欲有多种形式 有人爱财 是为了获得尊贵的地位 他所爱的是地位 有人爱尊贵的地位 目的是为了求财 有人爱财 是为了享受 世欲 就是身体之欲的种种享受 有人爱财 纯粹是为了财富本身 是出于贪婪等等 我们知道我们这儿有人 人已经去世了 生前最大的乐趣 就是每天晚上数钱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 求财的目的 也就是财富的作用 爱或欲的品质 取决于它的目的或作用 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守的 好了 小节 地狱之灵皆迷于恶谬 其样貌就是其恶的形象 他们全都被对主 面对漆黑幽暗之地 而天堂天使全都面对主 地狱由己欲和物欲两者构成 地狱的两种欲望 与天堂的两种爱 爱主和爱灵 全然对立 陷入己欲者 最大的乐趣在于满足个人欲望 其生命是自私的 人陷入己欲越深 离神就越远 离天堂也越远 天堂之爱乃是乐意为教会 对国家社会邻人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是真正的爱神与爱邻人 陷入己欲者 常怀对他人的不仁之心 他们藐视 藐视神 更对神 心怀怒火 在灵界 这怒火将转变为对神 对神的善和真 以及对崇拜神之人的愤怒和憎恨 好 今天的这一讲就到此 大家我们现在进入讨论问题阶段 非常高兴 今天晚上来了一共有九个人 一个我看亚哥 新天新地仰望天外的天也在这 欢迎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提出问题来 或者有什么 这个想分享的想有一些感想等等都可以 广民兄 你好 听着这一张啊 哎呀我觉得就是好像是 用亲切吧 又是不太准确 就是我怎么感觉到这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 这个每一天都要遇到的这些事情 好像有的时候觉得 哎这个他不是这么好的人 这么好的地位 他怎么样能够感到做的那么样的肮脏 那么堕落 那么卑鄙 那么无耻 做的一些事情 哎现在呢通过这一张 我就觉得那 那他就是凡是给予的那必定就会被 这个这个evil spirit 来去引导 来去掌权 我觉得这就非常清晰了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张 嗯 非常明朗 嗯 非常清晰 嗯 嗯 其实 嗯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吧 看到一篇文章说 我们国家有九十九个将军 都落马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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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想这不是跟今天的这一张 这个这个就非常清晰了 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一个社会 啊 那么把人们引向的是这样的一种 嗯 就是扩大给予 嗯 然后呢 让自己的这种给予来无限制的放纵的话 那那肯定就会达到那样子的一种位置啊 嗯 那那样的一一种 嗯 一种 你要不不不不变成那样 那才那倒反而怪了 嗯 嗯 这是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社会 目前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 伴随着的这种人心的堕落 嗯 堕落的一种 非常 非常 非常危险的状态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我和我的朋友啊 老朋友啊 一些同学讲这些 一讲信仰 人家反感得不得了 嗯 嗯 我给英翻译一下 大概翻译一下 英 Shun is talking about this he's feeling about learning this chapter he feels that 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personality or current people's quality in depth and in pale society if a country is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s self-love the ugly things the evil things will happen everywhere and for example in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more than possibly more than 99 generals were were sent to the jail because of their of their evil behavior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oh sorry i i sorry i'm sorry i need to unmute your your microphone your microphone is muted okay can you please repeat we didn't hear you i was going to say guang i listened to what you just said when you translated what sean had been talking about it occurs to me guang that we're all capable of doing this we put on what we call in english a mask we we present a picture of ourselves which which pleases other people inside it's a different story and i'm afraid we do see so many examples of this with public people i mean even this week this very week we've seen uh politicians or candidates having to resign or withdraw from uh being being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because things when they didn't think there was any camera watching them they did things um which were you know indescriba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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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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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appalling but on the outside they were putting themselves up as people of high standard and good morality and that they were suitable for being elected to parliament and i agree with you sean yeah it really does give you an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this what we've been reading tonight it's it's an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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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ifan Iifan you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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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fan my is Iifan youifan youifan especially these the youifan 一些政客们 为了选举他们会做得很漂亮 说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当没有 天空录像的时候 没有人看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做的那个肮脏丑陋 就是很不堪入目的 这个大概这是人类 共同的一些状态 我刚刚回到 我的书记 在《Matthews Gospel》 chapter 12 and Jesus there is talking about the leaders the religious leaders of the time of his time who made themselves out to be honourable people and I'll just read you what he says in Matthew chapter 8 I say to you that many will come from east and west and sit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the sons of the kingdom and he's talking about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will be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wi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that's a very strong statement but it's obviously been there in human nature down through the centuries how we how yes how we have this ability to hide who we truly are inside for the sake of acceptance and approval by other people there will be a 经济学 经济学家 sorry 不是经济 有一位经济学家 前来这个对他说 啊 说老师 你无论话哪里 我都会跟随你 然后耶稣回答说 湖地有洞 天空的飞鸟 有窝 但人子 却没有其身 是这个吧 是这段吧 是这段吧 啊 是这段吧 是那 是那 Matthew chapter 8 那是 Matthew chapter 8 林 and it's verse 11 哦 verse 11 sorry 哦 verse 11 yeah verse 11 OK 他说我告诉你们 必有许多人 从东 从西 来到 和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在天国里 一起吃饭 但本来 要承受天国的人 晚辈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那里必要 哀哭怯齿 于是耶稣对 摆夫长说 回去吧 事情必须找 你所信的就成就 他的仆人就 那时候痊愈了 他 他这一段 好像就是说 这个 就是 这是假面具的人吧 实际上 就是说 他本来要承受天国 反倒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 哀哭怯齿 in this is a chapter 8 in Israel the sons of the kingdom are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the sons of the kingdom will be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so it was a tremendous rebuke for people who thought that their external show was going to get them into heaven and he's saying don't you believe it yeah a roman soldier like this centurion his faith may be simple but he's going to come into heaven and you'll find that you don't it's a tremendous rebuke for putting on a sh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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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他实际上这段话 就要放到这个整个这一章的 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故事里边 才能够更好的理解 就是说 他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咱们都知道了 就是那个军队的那个白副长 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个人 士兵吧 就生病了 他就是说 你呢 跟那个耶稣说 主啊 就是说 你要让你到我的舍下来 实在是不敢当 但是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了 然后耶稣就非常这个 就对他的这个种 这个诚信啊 他的这个face啊 是非常这个 非常这个惊奇的 他说 就是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样的信心 在以色列中 我从来没见过 然后呢 就这个 第十一节 他就是说 我告诉你们吧 许多人从东到西来到 就是来到天堂嘛 就是说 实际上呢 那些 从十二节来讲 就那些像那个 法利塞人 他们好像表面上 冠面堂皇的 他们都要进天堂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反而在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要哭怯呀 要怯耻啊 他就是说 这种人进不了天堂 实际上是地狱 像这个 就是这么有 诚信 有信心的 这个这个百夫长 他是会和亚伯拉罕 雅各呀 伊萨 他们在一起 天国里吃饭 就是说 就是说 实际上要看 十一十二两节 单独看呢 是不太容易明白的 但是 放到这一个 整个故事里呢 就能够明白 耶稣指的是 什么样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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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 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 我 我 我先读英语 然后读英语 然后读英语 来 对 英语 可以 我先读英语 然后读英语 然后读英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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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英语 我们都听到 Jesus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laws, right? Love your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experiences, and love others as yourself. Yes. But later on, Jesus also said the same thing, but just concentrate and love others, right? As I have loved you. As I love you, that's true, that's true. Yes. But the first one is that love others as yourself,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love yourself. Is that right? Yes, it is. But to be a heavenly person, we should be striving to love others more than ourselves, okay? Yes. Yes, yes. Jesus is trying to meet people at the level that they could reach at that time. Yes. He was quoting, he was quot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Yes. And it was a shock for them even to be urged to love others as they love themselves. Yes. Yes. We know now, see, he tries to move us on. Yes. When you quoted the new commandment,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 that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Yes. Now, what he's saying there is, if you look at my life, you'll see that I actually loved others more than myself. Yes. And that's the love that he wants us to see as an example. Yes. Yes. That captures the new commandment. The new commandment is to move us forward to love others more than ourselves, like Jesus did. Yes. I translate. Just like I had a question. My question actually was like something.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at at the moment we read in our context. The first question was about what the love is how life is exactly like anything. How is it emotions and something like not? Then it was a habit.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how the love is with respect to others. It is the same as one of those who love themselves. What are the true love of the same things? Since the Bible's scripture, it is the same as one of the same things. 就是爱主吧 要爱别人像爱极一样 那么爱极本身就是说 一种是这个邪恶的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还要爱别人像爱极一样 刚才那个印的解释呢 是这样就是说 其实耶稣呢 后来说的是新的这个 他的新的这个指令呢 是爱主 另外呢 要爱其他人 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就是说这个要求呢 实际上更高一步 就是说我们要爱别人 要比爱我们自己更多 甚至就是说 全心全意的爱别人 就像耶稣这样 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献给就是 献给别人 所以就是 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问的比较这个浅了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在那个旧约里面讲的这个 爱人要像爱你自己一样 实际上那个爱不是那种自私的爱 那种爱还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要爱自己 好像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觉得这个 这个 作为这个语法上啊 作为一种表述方法上来说 就是表述是很 应该说是很 很习惯 我也很自然的 你总得有个参照系法 你让人要爱别人 你爱到一个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呢 你要爱得和你爱你自己一样 你最起码这个就很具体 很清楚 你爱自己爱多少 你最起码得爱人爱到那种程度 这个 这一条本身对于 和耶稣的爱比起来 那已经很低了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已经很难很难达到了 所以我觉得呢 不管是从实践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 从这个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说 都应该说是 一个很清晰的一种表达方法 但是我们了解这个 理解这个 耶稣的意思的时候 正向印刚才解释的 他提出来的要求 实际上比这个更高 但是只能这样表达 你再没有个参照系了 你不能说是 你爱爱他人 要像爱爱爱什么 你总体有个事上 事上有一个比较的吧 你爱你自己 比你自己还要爱 那这好像大家很清楚 这样 这好理解 可是是这个意思 孟 Vin just further explained that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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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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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o the implementation in our daily life um it's quite a natural for us because our you know love is so limited compared with the god love yes think about ourselves first yeah but tie that in with the golden rule in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now if you if you if you think about that that's a good guide to loving others uh as you love yourself yeah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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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nd if you follow the golden rule then you are fulfilling the the seco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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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 yes you're fulfilling it but i've been trying you know you've heard me emphasizing that jesus wants us to go beyond that um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 that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let's do try to move towards loving other people even more than ourselves yeah that's what he's saying jesus has lifted uh all the moral standard much higher you know yes exa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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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at you know other you know different sex you use uh you know flirting yes yes so his standard is really high yeah um um yeah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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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爱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经常还是想到自己 硬就是想 其实我们平时做的时候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 就是说你想让别人怎么爱你 你就去怎么去爱别人 另外也是想一想 耶稣是怎么样爱我们的 雅各有一个问题是吧 他写下来了 我看看 我看一看 在里面 OK 耶 Yes Jakob has a question 这问题 I have reached this question to you last week Yes The question is that The good spirit can be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Evil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world His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good spirit can be Lured to To go to the To die Or to To perish Can I just say Guan The answer is no I noticed again as we were reading tonight It's in paragraph 558 558 Is it in 555 Yes it is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Yes They can be They can be misled By appealing To their love of self And so on But they are in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they are rescued Before They It becomes Irretrievable But Guan In this world We are all Susceptible To being flattered By people We've got to watch that We can be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being flattered And If we start To respond To being flattered That leads us Astray We'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being flattered Okay Lin 还是你翻译吧 刚才 In就是讲 那个 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 这个 在这个 生活当中 实际上 就是说 有些东西 对我们 很有诱惑 比如说 别人夸奖我们 这种 这个夸奖 对我们来说 一夸奖我们 心里就美滋滋的 就是说 这种 也算一种 这个引诱 但是我觉得 In好像 没有完全回答 刚才那个问题吧 他回答了 他回答 他是说 在灵界的时候 如果你是善灵 虽然那个 灵会引诱你 会对你有意思的影响 但不会把你引诱到 被灭亡 不会到灭亡 因为主 还是要保护你们 到灵界 只是对善灵呢 让他消除 他那些谬间 他不会把他们 把他们把 最后引诱到 到了地狱去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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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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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just read that section in English It's talking about evil spirits and they approach upright spirits spirits and they are practiced at leading the upright spirits into absorption with their self-image and therefore into various kinds of evil they accomplish they accomplish this by leading the other spirits into thoughts about themselves either blatantly by means of praise and deference or deviously by limiting their affections to themselves so it's a warning really it's a warning that even in the spiritual world spirits can approach a basically good person and flatter them praise them tell them what wonderful people they are and inflate their ego even there they can do it but like I said a minute ago they're rescued from that and we've got to be careful in this world of listening too intently to being flattered and praised because flattering and praising very easily stimulates our ego the the verse you read is 558 is that correct yes it's 558 the beginning yes the first the first part okay okay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段 刚才已经读过了 再者 人若专注于天堂之爱 乐于为教会国家社会 邻人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从心里感到快乐 那么他就是为主所引导 因为天堂之爱出于主 主在其中 但是人若陷入己欲 为自己的缘故 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那么他就是为自我所引导 不是为主所引导 这样将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陷入己欲越深 离神就越远 离天堂就越远 我理解 一应刚才说的这段话呢 就是说 我们 能不能上了天堂 或者下了地欲 关键是在这一世 在今生 到了灵界以后 如果你的基本的 基本面是善灵 你可能也会受到邪灵的引诱 他给你说的漂亮话 把你恭维啊 给你缠媒啊等等 会影响到你的心性 但是呢 他不止于把你 最后使得原来一个善灵 本来是他基本面是好的 可以上天堂的 最后由于他们的这种 这种引诱啊 这种诱骗呢 就会让你走入地狱 因为到了灵界 还有一有主的引导 二是有善灵 有天使 有这个指引 邪灵它虽然有作用 但是它不至于那么强大 这是我的理解 加上 这个印的解释 加上我的理解 但是三个妹妹是罢的音 好,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Jacob 你还有一个问题, Lynn 对, just listen to what you say 对, I do have another question I say Chinese first 圣经说 耶稣讲 就是说这个信天堂 它是唯一的位 He is the only way I have to go through him That means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信主 好像这个瑞公这个书呢 主要是说你良善 就能进天堂 真正的良善 就能进天堂 这个和圣经里面讲的 这个信主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In my question I always have this question In the Bible We all know that Jesus said He is the only way So that means We have to believe in Jesus In order to Go into Heaven Yes But Swedenbook More emphasize On the On the Kind The goodness Yeah Goodness And the kind So The The similar To What Jesus said He is the only way Lin I remember At some stage You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Yeah Can I just say to you That Swedenborg Is Emphatic That All people In heaven Acknowledge Know Acknowledge And love The Lord He said himself As you You referred to it It's in John's gospel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But by me Now Swedenborg Takes nothing Away from that He affirms it But What is Swedenborg Is unique In a way No he's not Unique But what he Ads Well what he Has on this Is that If a person Isnt brought To know the Lord In this world Then that person Will be brought To know the Lord In the next world After they leave This world So it's not their fault If they don't come to know the Lord In this world They are not disadvantaged It doesn't rule them Out of heaven If they don't come to know the Lord In this world Yeah But they They would Get to know Lord Yes When they go to That middle world Exactl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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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right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re's preparation There's instruction And a good person From whatever religion A good person Will respond Very positively To the teaching About the Lord When it is presented To them in the spiritual World Yeah So it doesn't matter How kind they are They have to To accept the Lord In other way Exactly That their kindness Doesn't come from themselves It comes from the Lord It does Exactly It's easy for them Easy for them To recognize Or believe in the Lord Absolutely Lin And also you see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to also recognize That Anything good within us Is the activity of the Lord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In our life Yes And so you see There's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are involved In bringing a person To know and lo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at preparation As we saw before In earlier meetings That preparation Can be spread ou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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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just 等于解答 我刚才的问题了 就是说 Rui公 他从来没有 就是说 否定 圣经讲的这一点 就是说 他是在加上的一点 就是说 除了你认识主之外 你也要 有良善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光认主就行了 我们要行出 我们的良善 从内心里 其实后来我一想 从另一个方面解释 就是我们的良善 从内心的良善 其实是从主来的 所以就是那些 不认主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不认主的人 他非常有良善 他的良善 也是从主来的 所以他到了 这个阴间之后 就是中间的 那个过渡期 那个期间 中间灵境 能够 这个 很容易地认主的 Great Thank you guys Bye-bye now Bye-bye Bye-bye Thank you 好 咱们还继续 咱们的讨论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刚才 有一个弱水 现在他离开了 我还想问谁 我第一次来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结果他离开了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有什么问题 亚哥 刚才你提的问题 你觉得得到了 满意的答复吗 好 有什么问题 对 我还是会承讨论 宝勋 你好 光明兄 如果大家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 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 你给他唱一首歌 作为我们的祷告结束行吗 好啊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还是躺我在 隐暗的有孤 当我们抬起头 你就会发现 属于为你 我 而预备 云上 太阳 他从不 改变 虽然小 云下在脸上 云上太阳 他从不 改变 他 他 不 改变 天 太漂亮了 非常好 热闷 Thank you Thank you Lord 感谢主 谢谢 谢谢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再见 晚安 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